最好P值高一点点 其他的宇哥 还有一些大饭店推出来的 有几个饭店 第一个有送礼的 我们来先看第一个 亚都立志 他所推出叫重情重义 这个双享重 咸的跟甜的 咸的部分重情 它是叫做鲜包腊肠 这是咸的 腊肠 这个腊肠 这个鲜包腊肠是属于咸的这个部分 而且它是真的腊吗 有腊吗 就是港式的那个香肠叫腊肠 哦 是哦 它取其谐音 我在想是取其谐音的一个部分 不是真的腊了 我可能应该是有腊 可能也不会有太腊的感觉 最主要是那个鲍鱼在值钱 那是叫重情 还有一个重义 重义叫什么 是甜的 叫紫米流苏重 流苏就是类似像这个甜的东西 你吃下去会流出来 以前那包子有流沙包有没有 就取这个音 这个含义 紫米流沙 但每一颗是850公克 不会输给刚才七分那个哦 那一公斤哦 这个两颗加起来1.7公斤耶 所以这个很标准是所谓送礼 或自用大家团圆的时候吃饭两箱仪 那两颗加起来1888块 比刚才那个西华还要便宜 比那一颗还要便宜 所以我觉得这个送礼部分 亚都立志应该可以算是不错的一个选择 那再来我们再来看 在台北市里面像喜来登饭店 它一样无独有我 它还推出所谓的双洗粽 你们发现到它送礼都一定要有成双成对的 麻油双洗粽 那这个来讲的话 它是每颗100公克小小的啦 可是用黑麻油来包粽子很罕见 要用黑麻油 要用北港的黑麻油去炒 去炒什么 炒老姜 那就很香了 那个香味会整个 会把那个黑猪肉的味道把它积起来 你如果包到这个粽叶里面 包到糯米里面 这个味道会整个提味上来 所以这个是个高招 你用黑麻油去炒 而且它的部分的售价不贵嘛 对啊 我觉得这个我有兴趣 150块而已 而且它是松板猪肉 对对对 你们都数学很差呢 100公克 1公斤是几公克 我一个人吃就可以啦 你以下了解我意思吗 是要有数学的观念 逻辑的观念 OK 如果是1公斤的话 是1500块 OK 所以这个好小颗 对啊 所以我跟大家讲 你一定要 它其实这一颗不便宜 人家两颗180028 还一颗等于 它们如果同样的价值是1500 对啊 所以也是 做小颗 然后用那种 对对 好好好 薯方实在算得太近了 吃东西都算这么近了 不过也是要算啦 对对 女生怕胖 你就买个一两颗就够了 对对对 就不要吃那么大颗 100公克是很小颗 很小颗啦 非常小颗 所以两位女士 可以买个三颗来吃 就不用担心发胖 对对对 所以这个再来我们来看 就是这个老爷饭店比较特别 它就推个单 就只有一个的 它叫做这个烤曼 稻民四米粽 那它这个鳗鱼 是外销到日本的 它叫粘曼 那它所用的 它诉求是 它用这个发泡 还原了糯米 它有糯米的一个弹性 可是不会粘牙 所以我觉得这个蛮特别的 一颗 最主要是鳗鱼 对啊 鳗鱼嘛 很小人种植在包鳗鱼 可以试试看 可以试试看 但是我讲这个东西 会不会类似像油饭 我们油饭里面 有的有鳗鱼吗 其实我觉得 这个老爷大酒店真厉害 因为它主要 你看最后一行字 它是出口外销到日本 日本非常爱吃鳗鱼 对对对 每年台湾外销鳗鱼 这个是几乎都被 被他们抢走的 它这个吃起来的口感 有点像吃日本的烤饭团 有点像 它的那个饭就是 它有类似烤过 它上面加烤鳗鱼 所以这个 其实如果你平常 不爱吃粽子的人 可以试试看这一个 对这口味很特别 对它有点像烤饭团 鳗鱼饭团这个味道 还有一家 那最后就是台北的 那个地标饭店 圆山饭店 它推出了 它也叫做甜咸双享种 那分两个 第一个 豆沙的豆沙种 5颗349块钱 我觉得是OK 这个价格不贵 OK了 那再来就是 它在咸的部分来讲 有一个鲍贝 鲍就是鲍鱼 贝就是干贝 鲍贝荷叶种 那再来就是 我们刚刚提到 这豆沙种 那这两个可不贵 第三个就是 野米鲜肉种 所以我觉得 在这些饭店里面 看起来来讲的话 有送礼的 有自用的 我觉得大家都可以 去尝试看看 这个我自私一点 问现场两个女生 其分你会挑哪一个种 我当然是挑那个小一点的 不要吃太多的 吃就要放轻松 所以你也会怕胖 当然 对啊 种子一颗真的热量很大 鼠方不怕胖 我真的我怕很爱吃 我说这样 如果你问我真心的 内心的一个想法 我都不挑 我里面像台湾南的 有小肚子在发号 会更长 对 那你说鲍鱼什么 它都有啊 几百块而已 对对对 那第二 如果硬要我挑一个的话 我会挑那个鳗鱼的 哦 因为它比较特殊 而且它的价格 也比较合理 那个我觉得是可以的 可以考虑的 我要挑那个 小小的麻油那一个 哦 那个热量应该很高哦 麻油啊 麻油热量高 因为通常女生坐月子 才会吃到麻油 可是我第一次看到 有人用麻油包的 那郑燕 对 刚刚其实我们讲的都是说 这个种子 它本身的馅料 到底有多高级 多豪华 其实现在很多这个店家 它把这个商业的头脑 动到整个包装上面 我明明就是要问你 你想要吃哪一颗 其实我都爱吃啦 来者不拒 对 这也带到重点了啦 结果我刚开了它 一点玩笑 今年的那个东武节 好特别啊 除了种子 大家比来比去啦 比内容物之外 比好吃 还比什么 包装 对包装 那其实有这个包装以后 让我们在这个 有好吃的这个 吃粽子之余啊 还可以达到这个 赏心悦目的效果 那不过话说回来 其实接下来可能要提到 这几个包装都非常特别 因为这些店家 都为这些包装 注入了非常浓厚的 这种时尚感 甚至有一种把整个粽子 精品化的这种感觉 对 那其实除了这个精品以外 那这些包装基本上 它们都是具有这个 所谓功能性 也就是说 未来可以有 具有一个保鲜的效果 你可以重复的使用 那未来不然说 你要去送人 还是你要自用都OK 那比如说我们看到 在这个台北远东国际饭店 它有设计一个 比较优雅蓝绿色的 环保设计的一个 相中提带 那其实我觉得这个部分 应该可能对于一些这种 上盘族啊 可能一些女性朋友 或男性朋友来讲 其实我觉得还蛮方便的 而且提带很漂亮 如果女生要出去 刚好里面还可以放东西 对不对 对确实 我觉得像瑞涵这么 非常有气质的人 就其实就非常适合 这一类的一种提带 谢谢您 对 那我们再看下一家 要解瑞涵 搞不好人家都用名牌 对不对 OK 那我们看下一家 这个韩瑟爱美酒店 它所推出的这个礼盒 其实就是这个强调 鲑鱼红大气妆点 那其实这个中国人 对红色来讲 就是一种喜气洋洋的感觉 所以我觉得像是一些年长的一些长辈 妈妈们 可能收到这样的那种比较大气 这种过于红的 这种一个礼盒 我觉得应该会非常非常的开心 其实说到这个礼盒 我常常会有一个习惯 史芳妮有没有这个习惯 就是它盒子如果很漂亮 我往往都会把它收起来 然后放一些化妆品 淋淋渣渣的一些的东西 小东西 你会吗 我会 我以为你都用名牌 因为有时候名牌是给人家看到的 在家放东西里面就是放好看 那我要先讲 在最近里面我觉得我们台湾的包装 真的进步很多 像有时候我们去喝喜酒 那个也是弄得好好的 一层一层拿回来放一些杂物 我觉得也很好 那刚刚来讲的话 谈到这些的一个所谓的盒子 我对手提到还是没有兴趣 那如果里面的盒子 装粽子的盒子呢 有比较好的一些的硬度 那我就拿回来我们家里面 放一些杂物 我觉得很漂亮 说实在我觉得我喜欢那个提袋 我们公司送那个礼仿的粽子 结果礼仿的粽子 因为那个提袋很漂亮 而且它有保冷保热 就是保温效果 我一拿回去 我女儿就说 妈妈我便当带脏掉了 我要换这个 说拿去拿去 刚好两个漂亮 对确实 其实当整个提袋的设计 如果那个美感出来以后 其实不论是年纪大的 或者是年纪小的 带出去都非常非常体面 对 也非常非常受欢迎 那我们再来看 像是六福皇宫的话 它也推出一款非常特别的 就是说这个 龙藤凤鸣高中礼盒 这个非常特别 为什么呢 因为其实就上层来讲 它是放了一些糕点 那下面来讲的话 有些粽子 它取名高中的意思 所以对于一些家里有考生的 这个可能收到的 它非常有一些特别的含义 我现在会非常开心 对 那最后话我们可以看到 像寒舍艾力的一个 竹篮提重 那这个我觉得 其实你提出去 也是非常的潮 为什么 因为它其实就是用 传统的手艺功法 对 然后真的是用 手工编织而成的 这种竹篮的一个盛装 所以我觉得 其实对很多 这个朋友来讲 如果能拿到这个 我觉得也会非常开心 而且我倒觉得像那个 因为竹篮提重 外观够漂亮 你可以来做什么呢 可以当做家里的摆饰 也可以在里面 应该很多人不是会擦花吗 盆栽之类的 盆栽 对 我觉得真的很多的包装太漂亮 你都舍不得丢掉了 就好像盘面上 整个东西 我觉得好像有点炫耗在告诉您 因此明天要放眼看看 台北股市的演变 明天重点 明天要放长假 所以大家稍微冷静一点点 那台子期刚结算完 所以明天关门重点在于 长假相应一定会量缩 那再来就是融资的减幅 超过大盘跌幅 这个短线其实随时酝酿反弹 各位稍微注意一下 但是极短线我们要注意到什么地方 凌晨FED它的一个动向 动向 对于这个所谓的货币的利率决策 会不会影响到外资的动向 这一点非常重要 极短线 所以稍微盯一下 那再来就是在明天盘中的部分 当然我们刚刚提到台币 今天盘中竟然出现暴升 那明天台币会怎么样 稍微注意一下 还有结算完之后 期货的部分 还有刚才蜀方特别提到什么 电子指数相对大盘强劲 所以明天也要观察 电子指数的一个走势 所以这个非常非常重要 那最后来讲 指标股 这个长线跌升的 那短线强的联发科 明天能不能续强 再来呢 华尔科 哎呀糟糕今天又跌 那问题是在这个地方 能不能出现一个 跌升反弹的契机 明天很重要 TPK 一红一黑 那明天 这个跌升的股票 那还有最后就是 群创的部分 外资在万点之后呢 拼命买群创 所以这些中小型股 这些大型股来讲的话 它会是一个 明天关盘的一个领先指标 还有点国际哦 18号我们有说 欧元区要跟希腊谈判 不知道是不是传了一些的好消息 还怎么样 现在的国际盘欧美股 好像有点抗跌的力道 详细情形 锁定待会儿的深夜新闻 感谢收看 祝你晚安 我们再会 感谢观看